幹什麼啊 我很怕 是不是很棒 各位 我終於買了我期待已久的 氣泡水 那其實我以前呢 對於氣泡水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可是呢前一陣子我們都會去Costco嘛 都會買一些現成的那種 小瓶小瓶裝的氣泡水 我慢慢的發現 其實喝氣泡水蠻有趣的 不然這個有趣感 我覺得默默應該會更清楚 你是不喝水的人 對 今天默默在後面因為他感冒 大家就會多多包涵啊 今天你是神優 喝 喝 這個聲音又這樣會被壞掉啊 默默呢其實他是很不喜歡喝水 但是有味道的水跟有氣泡的水 他們能介紹 有氣泡的水也是要看有一些 也是有奇怪的味道 默默對於水的品質 算是非常要求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但我是覺得還好 只要是冰的我都喝下去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喝過真的喝下去 你就覺得好難喝的水 在下面留言 那相信呢這一台應該大家平常去逛商場 什麼都很容易看到它 這台呢就是SodaStream Spirit 它這裡面呢就是會有一台機器 一個二氧化碳鋼瓶 還有一個瓶子 先把它拆開來 好了都在這裡了 它這個其實安裝也是蠻簡單的 直接把它打開 會不會就我剛拿到就用壞了 有可能 轉上去 下面不是有寫中文嗎 你為什麼要看一下 不用看啦 這種東西還需要看 好啦搞定啦 跟各位講一下 它這個瓶子啊 網路上有賣很多上面有鬍子的啦 有帶眼鏡的啦 其實是蠻可愛的 有一些客製化的瓶子 你就可以自己買來更換 那因為我真的還沒有試過 所以我決定我要先來用清水來喝喝看 那今天當然不是只有喝清水啦 等一下我準備了幾個 我自己內心想的特條 還不是什麼網路的什麼教學 沒有是我自己心裡想到的一些特條 我要挑給夢夢喝看夢夢 我喜不喜歡 試試看啦 不會讓你挫賽啦 好啦我先去洗一洗蛋漿 嗨小姐妳好 你好 今晚想要喝醉嗎 不想 我可以送妳回家喔 還都忘了 好啦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我們家有這麼漂亮的透明杯子 好的我們已經裝水了 但是我們沒有把它裝到很滿 那我們就來直接試試看 它扣進去以後它就會吸住了 它這個我原本是以為是用轉的 但是它不是 它是壓上去 然後壓上去就ok了 好緊張喔 3 2 怕什麼啊 我很怕啊 好的我們重來喔 首先第一個咧 這個水呢 它這裡有一條線 然後盡量夾到這個位置 輕輕的貼住它的出氣孔 它按壓的次數會決定它二氧化碳的濃度 3下的話氣泡會粗一點 如果5下的話氣泡會細一點 剛剛已經按過大概兩下了 我覺得我再補個3下好吧 1 2 3 2 OK 哇 我們先來喝喝看醇的 喝了會重點 不會啦 就水而已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氣泡 我覺得怪怪的 還是壓太多下 我覺得 跟一般氣泡水不太一樣 我覺得你做的可能很有問題 那 我能用什麼問題 我就擺開水把它擦上去 按幾下 我真的 我覺得還不錯啊 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感覺啊 好那接下來咧 我要為各位做出 我的第一款特調 它叫做分答 有點難喝 對 給我一點信心 好的 就我們所知呢 分答有什麼口味 很多嗎 最常見的兩種口味當然就是 人家是橘子耶 你真的是六成 不是六成 不是好嗎 那也沒有賣橘子汁啊 六成汁居多啊 自己炸 因為呢我怕買水果自己炸的話 其實真的是會有點困難 那我今天盡量就是 以最簡單的方式 可以A加B等C的作品 那我只是好奇說呢 我們常喝到的那個分答 是不是只是果汁 加上氣泡水 加上黑糖花糖 它就變成這樣子 照理講應該是 我就想要來試試看 如果用每日C的 兩個飲料 去加上氣泡水 會發生什麼事 既然是特調 當然是要有點情調 對不對 欸 是不是耶 這是什麼東西的 我們這個分答 葡萄跟柳冰口味 完成 然後你這個一定會掉下來 葡萄的味道 欸你看 還沒有喝就掉了 葡萄的味道 那邊有了 好苦喔 這完全不是分答的味道 這就是被沖淡的葡萄汁 我失敗了 難喝耶 我真的來喝 失敗 這真的是我的問題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沒關係 越挫越勇 我不想參加的 第二樣呢我覺得厲害 蘋果西達 其實跟剛剛的概念是一樣 蘋果西達 蘋果加西達 我跟你講我這次學聰明 除了這個冰塊以外 我還準備了蘋果 突進去 你看你看 哇 整個格調都出來了 你看 我們的氣泡水咧 我們就不要太多 我們先下氣泡水 好 這個Tree Top 的這個 Apple Juice 我告訴你這不得了 一定好喝的 最後再來 來 硬要超黑 是不是很棒 我們來聊蘋果西達 可以 Try it 你的氣泡在哪裡 我覺得如果是要做氣泡飲的話 我覺得這是按三加就好 打太細的話 反而我覺得它好像喝不太出來 我有成功復原蘋果西達嗎 沒有 差什麼 差氣泡 還是壓根就不是蘋果西達 不是啊 還是壓根就不是蘋果西達 不是啊 味道完完全全都一樣 不行啊 連續兩個我都失敗 第三個 一定不會失敗 還有第三個 有沒有 這一次一定一定會覺得 嗯還可以啦 比前面的好 那就是 相信很多人家裡都有這罐 科爾比斯的濃縮 是我最期待的 但是為了這一次 最後一次不要翻車 我重新裝了壁骨水 而且這次我就按三下 我想增加它氣泡的口感 希望能成功 首先呢當然是冰塊 然後科爾比斯 再過來就是三下 一 二 三 趁它現在氣泡正旺 我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來吧 那你覺得怎麼樣 就科爾比斯 跟前面兩個比起來而已 當然是 因為它稱是科爾比斯 你剛剛在前面是什麼東西 的確是濃縮啦 之前的這種美醋應該就可以 這種就很濃郁 我後面就有寫啊 氣泡果醋2比1啊 但是直接用果汁真的不行 可以來一點酒精 就變成科爾比斯沙瓦有沒有 好啦我覺得有這台以後呢 就可以好好的放膽完 等我玩出一些新花招的時候 下次再來跟大家 雖然說大家應該不會很期待 但是相信我 有酒精那就不能這樣子 馬馬烏烏了 挑起來就會很講究那比例 我去找到那個比例 或者是你有很棒的完美比例 在下面這邊 如果到時候我真的覺得 很好喝的這種配皮 我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那它的價格呢 其實蝦皮上面 現在大概是2500到3100 各個價位都有人賣 其實它都是手壓的 但是有其他的型號 大家可以去看看 氣瓶其實 這裡就有這種回收機制 這個 光瓶類氣體用盡以後呢 你可以將鋼瓶吸回換購據點 只要支付氣體填充費用就可以了 我大概上網看一下 全新的一瓶的價格大概是800多塊 但因為我還沒有實際測 我還不知道它大概可以讓我用多久 如果是填充 我在網路上好像有看到400到600之間 我會把SodaStream的相關資訊 放在下方說明 大家可以自己去參考 那這不是業配 單純只是我終於買了氣爆機 我覺得很爽 應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你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配方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吧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按讚 分享 訂閱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不想 我還是喝珍奶就好 謝謝 氣泡珍奶 難喝啦 哈哈哈哈 這要打開吧 鮮帥 這樣咧 對啊我知道 等一下會爆炸是不是 我會吧 你身心 你身心 有時候 有時候 然後 谢谢大家